欢迎大家收看汽车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巨型锋利涡轮机叶片沿着漫长的道路运往内陆的西奥里矿 马克思·维斯塔潘驾驶着赛车赢得了拉斯维加斯大奖赛的胜利 国际专业人士参加了这场太阳能汽车比赛 悉尼的学生们击败了他们所有人 警方逮捕了两名嫌疑人 因为在波特维尔发现了一辆被盗的汽车 图拉里县副警长正在寻找涉嫌武装抢劫汽车的嫌疑人 请大家收看 巨型锋利涡轮机叶片沿着漫长的道路运往内陆的西奥里矿 澳洲ABC 15片大型锋利涡轮机叶片中的第一片 已经开始从杰拉尔顿港口开始700公里的旅程 前往西澳大利亚北部津田地区的凯瑟林山里矿 该矿山的目标是将60%的能源来自可再生能源 而锋利涡轮机将成为现场95兆瓦混合动力站的一部分 这些涡轮机将高达210米 每台可发电6兆瓦 项目经理表示 与2019年附近一座金矿使用的锋利发电厂相比 该矿山使用的叶片要大得多 马克思 维斯塔潘驾驶着赛车赢得了拉斯维加斯大奖赛的胜利 雅虎 马克思 维斯塔潘在2023年的拉斯维加斯大奖赛中获胜 这是他在21场比赛中的第18场胜利 他在第37圈超过了领先者查尔斯 勒克莱尔 并在接下来的13圈中保持了领先位置 维斯塔潘因为一次将勒克莱尔推出赛道的动作 被罚了5秒 但通过熟练的驾驶和随后的安全车期间弥补了失去的赛道位置 这场胜利延续了维斯塔潘 在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具统治力的1季F1赛季中的统治地位 国际专业人士参加了这场太阳能汽车比赛 悉尼的学生们击败了他们所有人 悉尼先驱晨报 由新南威尔士大学UNSW的学生建造的一辆太阳能赛车 在从达尔文到阿德莱德的布里奇斯通世界太阳能挑战赛中获胜 这辆名为Sonswift7的赛车重量仅为500公斤 一次充电可行驶 并且最高时速可达140公里每小时 击败了来自中国 欧洲和美国的专业团队赢得了比赛 曾任红牛F1车队运营总监的理查德霍普金斯表示 他希望革新国家能源系统 并将自己的技术应用于每一辆电动车中 警方逮捕了两名嫌疑人 因为在波特维尔发现了一辆被盗的汽车 在加利福尼亚州 两人因逃离一辆被盗车辆而被逮捕 波特维尔警察局在该地区发现了这辆被盗车辆 两名嫌疑人步行逃离并进入不同的住宅 警方设置了封锁线并获得了搜查令 最终逮捕了塔莎 吉利尔默和爱德华多 埃尔南德斯 吉利尔默被以涉嫌持有被盗车辆 持有被盗物品和味觉的轻罪逮捕 埃尔南德斯被以涉嫌持有被盗物品逮捕 图拉里县副警长正在寻找 涉嫌武装抢劫汽车的嫌疑人 雅虎 图拉里县警长办公室正在寻找一名 涉嫌参与加利福尼亚州 里七格罗夫的一起武装抢车案的嫌疑人 该事件发生在星期五晚上 一名带滑雪面罩的男子 用枪逼迫受害人下车 并驾驶被盗的车辆逃离 被盗车辆被描述为一辆2018年款 橙色到齐 Chargers Get Pack 警长办公室 要求任何了解此事件的人与他们联系 总理计划 为那些靠近新电线塔的人 每年减少1000英镑的能源费用 英国每日电讯 根据即将在秋季声明中公布的新计划 位于新电力塔和变电站附近的英国家庭 将获得每年高达1000英镑 1300美元的能源账单减免 这一宣布是为了加快能源基础设施的交付时间 以实现英国向灵排放的目标 此外 财政大臣还将宣布措施 加快新电力网络的交付 包括提供高级规划服务 这些计划旨在将交付此类网络所需的时间 从14年减少到7年 无耻的盗贼将车辆撞进商店 华尔街日报 美国的零售商正遭受一种新的犯罪趋势的困扰 即盗窃者驾驶被盗车辆冲撞商店 抢劫自动取款机 枪支和其他贵重物品 这种被称为冲撞抢劫的策略 给已经受到由组织零售盗窃团伙 威胁的零售商带来了进一步的问题 常用的车辆选择 通常是被盗的现代和起压汽车 他们缺乏某些防盗技术 相对容易被盗 西部各州发生了最集中的袭击 但由于新冠疫情导致财产犯罪增加 冲撞抢劫在全国范围内都在增加 当地和联邦执法官员表示 他们正在观察到 这种犯罪类型的急剧增加 为了保护自己 企业正在投资于地面上安装的填充 有钢材的防撞住 每个柱子的成本 可能在600美元到1万美元之间 我们不够强硬 过去的贸易紧张局势 如何激发了布鲁塞尔 对中国的新一轮打压 金融时报 欧盟 EU 已对中国发起了两期反倾销调查 作为其对中国贸易政策 变革的前所未有的推动力 对太白粉和建筑维护行业的空中作业平台出口的调查 是继去年10月对中国电动汽车补贴的调查之后进行的 欧盟决心不重蹈2013年的覆辙 当时对中国太阳能电池板征收的反倾销税不足 导致欧洲太阳能电池制造业的损失 这一次 欧盟委员会在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 在其市场占据重要地位之前 已经开始评估对其的补贴 欧盟还威胁要在其他行业采取一系列措施 包括风力涡轮机零部件和医疗器械进口 欧盟对中国施加的压力增加 是由于对中国在绿色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 对俄罗斯的支持以及贸易逆差扩大等问题的担忧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最近的新闻 从风力涡轮机到太阳能赛车 再到警方的追捕和政府的能源政策 新闻内容丰富多彩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巨型风力涡轮机叶片运往西奥里矿的新闻 这些叶片的运输可谓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但是为了实现可再生能源的目标 这是必须完成的工作 我不禁想到 如果这些叶片也能像漫威电影中的超级英雄一样 飞行到目的地 那该有多方便啊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马克思 维斯塔潘在拉斯维加斯大奖赛中的胜利 维斯塔潘在比赛中表现出色 尽管因为一次将对手推出赛道的动作而被罚食 但他凭借出色的驾驶技术和战略 成功保住了领先位置 这场胜利再次证明了 他在F1赛季中的统治地位 不得不说 维斯塔潘真的是个了不起的车手 他的驾驶技术堪称一决 让我们对他的未来充满期待 接下来是关于悉尼学生太阳能赛车的新闻 这辆名为Sunswick 7的赛车 在太阳能挑战赛中脱颖而出 击败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专业团队 这是一项令人振奋的成就 也展示了年轻人的创新和实践能力 相信未来 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太阳能汽车 在道路上驰骋 为我们创造更加绿色 环保的出行方式 在警方的追捕新闻中 我们看到了他们对犯罪分子的果断行动 无论是在加利福尼亚州还是在其他地方 警方都在努力维护社会的安全和秩序 对于那些企图逃避法律制裁的人来说 他们最终都逃不过警方的追捕 希望这些行为能够对其他潜在的犯罪分子起到震慑作用 让他们知道犯罪行为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最后 让我们来看看英国政府计划为那些靠近新电线塔的人减少能源费用的新闻 这个计划的目的是加快能源基础设施的交付时间 实现英国向零排放的目标 我想 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改善能源基础设施来降低能源费用 那将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希望这个计划能够顺利实施 让更多的人受益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我相信你们一定有很多想法和观点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问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期待和大家的互动 谢谢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